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名在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上学的中国留学生 12月14日被FBI逮捕 美国检察官说 这位名叫吴小雷的学生今年25岁 他在11月22日至24日 跟踪和骚扰了一名张贴支持中国民主传单的示威者 还透过微信、电子邮件、Instagram发布恐吓信息 扬言要砍下对方的手 并且声称已经将这名示威者的行为报告 给了中共的公安和国安部门 这名示威者是来自中国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 但家人仍然居住在中国 10月22日 他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传单照片 上面写着 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我们要自由和我们要民主 吴小雷10月24日发邮件 威胁示威者说他回到中国就会被逮捕 他的家人现在就会受到中共政府的审查 吴小雷被指控犯下的跟踪骚扰罪 根据美国法律 如果罪成 最高可以判处五年监禁 三年监督释放和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打击中共科技野心将祭出新行动 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彭博社12月14日报道说 美国商务部最快将在本周把长江存储等 30多家中国晶圆制造商列入贸易黑名单 被列入这份贸易黑名单之后 美国企业就被禁止向他们出售技术 除非拥有难以获得的出口许可证 长江存储总部位于武汉 是中国最大的3D闪存半导体制造商 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国内晶圆产业的宠儿 习近平于2018年视察该公司设施已是支持 美国官员解释说 这个最新的晶圆限制行动 是为了阻止中共成为更大的经济和军事威胁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中共当局放弃坚持已久的社会面清零战略之后 中共卫生部承认 北京的感染病例正在迅速增加 12月14日 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 卫生应急计划执行主任回答记者提问 他认为中国病例的爆炸性增长 并不是因为解除了严格的清零政策的限制 而是中国的病例爆炸早在清零政策放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中共当局突然放弃清零政策 取消大规模检测与隔离措施 疫情突然失控 确诊数飙升 对此世卫组织12月14号表示 中共当局开始放宽防疫措施之前 中国境内感染病例早就已经爆发了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主任迈克瑞安 在记者会上向媒体谈到中国疫情问题 这种疾病正在密集传播 因为控制措施本身并不能阻止这种疾病 所谓的解分之后 很多人都出现了发烧 咳嗽 或者喉咙痛等症状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是有BQ.1.1这个变种 以及这个BA.5压变种或者是BF.2压变种 还在中国大面积流行的这个情况 那另外呢 也有可能跟现在还在流行的流感 或者是ISV等其他的呼吸道的病毒 就是今年有一个高峰 可能跟几个因素都有关系 评论指出 各国评估疫情都是靠官方数字来处理 中国是例外 确切的中国大陆现在有多少人得到呼吸道的这个重症 或者住院或者是重病来自死亡 我觉得这个依然需要官方要有一个非常透明的态度 那么过去三年里面基本上看不到官方 在疫情的数据上有透明的这个做法 瑞安也提出警告 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需要加强疫苗接种 他认为北京需确认中国境内是否有正确的疫苗和剂量 并确定这些人最后一次接种疫苗是什么时候 世卫组织的国际专家普遍说放开的是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奥密克戎是守不住的 而且这个病其实威胁性毒性并不大 第二就是疫苗已经开发出来了 行之有效 但是在中国政府 他当时非常愚蠢 在手术当时是对高危群体接种率低 因为他们说他们不干活 所以说不需要 只要高度隔离就行了 结果他一旦放开了 这个群体就很脆弱 学者认为疫情三年 中共当局该做的不做 不该做的却做过头 新京报13号报道 目前中国已在九省份的本土病例中检测出BQ.1 及其亚分支49例 网络遥传BQ.1.1的新型变异毒株 又被称为地狱犬 已经出现全中国 感染性和致死率都非常高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也出面辟谣 BQ.1传染性较高 但是疾病严重度和致死率 和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相同 没有更高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稍早也曾表示 随着疫苗普及 疫情终结有望露出曙光 三年前中共病毒在中国武汉出现以来 已经造成660多万人死亡 他希望这场大流行病 能在2023年的某个时候 不再被视为全球紧急事件 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打人事件 两个月之后 北京方面召回6名外交官 包括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 英国外交大臣表示 这表明英方遵守法治处理这次事件的认真程度 已经发挥作用 但中共方面仍然拒绝认错 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12月14号表示 就之前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前发生的事件 英国在坚持法治的基础上启动了调查程序 英国警方已要求曼彻斯特中领馆的6名外交人员 放弃外交豁免权 以便接受警方讯问 中华民国前驻法代表 资深外交官吕庆龙分析 外交实务上这种动作体现出中共在背后的考量 旅美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 召回外交人员是中共无奈之举 要求他放弃这个外交豁免权 如果中方不予回应的话 英国方面是可以采取行动 宣布这些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 如果这样做呢 那么中英之间这种矛盾呢 就是向世界在公开 尤其是对于中共来说 现在是雪上加霜的那种感觉 10月16号 中共二十大召开当天 一些港人在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前和平抗议 期间几名男子从中领馆走出来 毁坏两张黑色的抗议标语 并拿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 女英港人包布城当时试图保护抗议物品 被几名中领馆官员强行拉进中领馆 按在地上拳打脚踢 还有人拉扯他的头发 最后有一名英国警员成功把他拉出来 Bob时候去医院验伤 眼睛 头部 颈部和背部都有瘀伤 而这次被召回的总领事郑希元 现场视频显示 他当时毁坏标语 并拉扯Bob头发 事后他对英国媒体记者声称 自己没有攻击任何人 而拉扯抗议者头发 是因为他辱骂我的国家 我的领导人 这是我的职责 相关画面曝光后震惊国际 英国外交大臣召见了 中共祝英临时代办 多位英国议员要求政府 立即驱逐中共外交官 同时全球各地港人 纷纷举行集会谴责中共暴行 英国政府此前一直在等待警方调查结果 并表示我们的外交决策 永远是基于法治和正当程序 而不是根据网上流传的影像就采取行动 但中共在最后期限时 召回了6名涉事外交人员 没让他们回应英国警方的讯问 不过中共驻英使馆14号晚间发声明 声称事件是所谓的反华势力策划的 是抗议者们袭击了领馆人员 并斥责英国政府包庇所谓的反华分子 吕庆隆分析被召回的外交人员 会不会受到处罚 是后续观察的一个重点 如果中共外交部没有针对他们的不当行为进行惩罚 那说明这次召回只是虚晃一招 应付英国和国际社会 疫情三年入不敷出 中国大批人口有反贫风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陈静瑜 最近多次在网上炫耀自己做了数量惊人的被移植手术 但外界质疑这些器官供体的来源是否合法 就在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活摘器官暴行之际 12月9号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培训网站正式上线 大陆澎湃新闻报道称 这个培训网站是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开发 协助建立中国器官移植医师培训体系 报道称 目前全中国共有22个医疗机构 成为器官移植医师培训基地 长期追查活摘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发言人汪志远对此事表示质疑 此前几天被称为中国肺移植手术第一人的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在新浪微博上多次炫耀自己的肺移植功绩 他发帖说 本周对我来说是繁忙的一周 不知不觉6天内在各地主刀了9台肺移植 肺移植成了常规的普胸手术 2021年我自己上台主刀完成了213例肺移植 今年不知道会做多少 这么大数量的器官移植引起了外界质疑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陈静瑜在追查国际的名单上 是一个重点追查对象 它是有记录的 我们在记录上它有100例肺移植 来源是有问题的 也有网友留言质问 这些鲜活的费是谁提供的 还有其他的器官 你们能公布提供者的信息吗 别为了你们的工作和有钱人能延续几年的寿命 去伤害可怜的孩子们 我们大量的证据证明 在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活人器官供给库 在背后他们关押了大批的活着的健康的人 这些健康的人呢 平时就已经做好了各种检查 数据从这计算机里了 把病人检测了以后 那病人的数据在他的数据库里区配 那这个就很快了 最近大陆多地频频传出 学生失踪的消息 很多人都质疑是否与活摘器官有关 有限的器官移植只能为特权阶级服务 他们的需求满足不了 就会导致黑市的产生 就会导致伤天害理的赤裸裸的杀人取器官的现象 如果是这么一种大环境大背景下 你去培训医护人员 某种程度上跟培训杀人犯 或者培训杀人犯的帮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中共官媒自己也公开报道一些超乎常规的器官移植手术 例如武汉华中科技大附属协和医院 在同一天完成三台儿童心脏移植的手术 官媒报道称 三颗心脏分别来自北京 广州 南宁 但只字不提供体孩子的背景 也没有提到获取心脏的医院背景 众所周知 全世界的器官移植都存在供体稀缺的问题 儿童供体 尤其是心脏供体 更是稀缺中的稀缺 在器官捐献体系发达的西方国家 等待一个供体至少都需要几年 但在中国却被缩短到了几天 为什么这样反常识 反医学规律的奇迹 它老是出现在武汉的协和医院呢 这家医院它究竟是救人的天使 还是杀人的恶魔呢 这个答案呢 我想啊 还是留给朋友们 你们自己来给出吧 我可以先放一句话在这里 将来中共这个活摘器官的罪恶 它注定会有被完全揭开的一天 到那个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这个罪恶的邪恶程度 它会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3岁的陈姓研究生 染疫后还被迫工作 12月13号心脏骤停死亡 但医院没有及时通告消息 引发网络不满 民众质疑 华西医院被推卸责任 故意拖延死亡时间 在陈姓学生死后进行无意义的抢救 等同侮辱尸体 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全 是中国知名异议人士 他2008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 2018年出狱 2020年初又因关注武汉疫情的言论 被关押至今 12月14号 他的代理律师发消息说 案件12月20号将在南京市中级法院宣判 四川成都维权人士谢骏彪 因2020年5月在四川省两会召开之际 到人大外举牌说 代表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抓老鼠 被判刑两年6个月 刑期至2023年6月 他不服判决 提出上诉 目前仍被积押在成都市看守所 在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案中 被判刑7年的律师周世锋 两个月前出狱 近期他发表蜿蜒长文 揭露该案的内情 12月14号 美国之音报道说 有知情人士透露 周世锋已向天津市20多个机关举报申诉 控告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等政治团伙 制造709冤案 还准备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提出控告 并呼吁成立平反709日案的调查小组 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前 中国的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增长水平 大致每年都在8%左右 但是疫情爆发之后 低收入者的工资几乎是零增长 而且完全没有好转 官方数据也显示 大批人口有反贫的风险 大陆某制作公司总经理张女士 12月6号透露 疫情三年来 公司业绩受到很大影响 工程的停滞 导致很多工人失去工作 没有收入 钢铁工人丁世松表示 新工作很难找 他和妻子去年完成的项目工资 仍被拖欠3万5千元 即使向劳动局和警方求助 也收不回来 夫妻俩每个月只得到约3000元生活费 相当于一人月收仅有1500元 失去工作收入下降 还不只是工程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 最新数据显示 低收入者也是受疫情和风控措施 影响最大的人群 南华早报12月5号引述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数据说 在2020年第一次爆发中共病毒疫情之前 中国的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增长水平 大致每年都在8%左右 但是疫情爆发后 中高收入者的工资增长腰斩 之后出现反弹 而低收入者的工资增长下降了8% 几乎是零增长 而且完全没有好转 一般低收入人群 他们都从事一些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通常的时候 往往的工作就是有一个大量的流失或暂停 另外来说 他们的工作甚至里边 第二个特点是低单价 就是靠时长来换取总价 他们单价都很低的 在清零期间他们经常是停工 所以他们总体收入的影响 会比那个中高收入要强的多 评论认为 这和中共的防疫政策也有关 2021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宣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但中国广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李孔月近日公开指出 中国有9.4亿人的月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币 而且现在有8亿人负债 2亿多人失业 民政策部社会Нет同样 .... 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唐 上个月底在一个论坛上表示 目前纳入民政部动态监测系统的低收入人群 有6300万人 占到全国总人口的4.46% 另外 目前受到重点监测的容易反平对象约有600万人左右 中共的清零政策目前出現一些鬆動 但實際執行效果還有待觀察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分析 從整個國家層面 社會層面來看 低收入人群雖然創造的價值不高 但是對社會卻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從事社會最底層的一些清潔服務 運輸物流 安保工作等 對社會運作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大陸民眾說 三年疫情和清零政策 讓它的生意受到嚴重打擊 他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請看他的聲明 江蘇泰州的丁浩宇說 學生時代接觸到了翻牆 之後又看了《九評共產黨》這本書 對中共的邪惡本質有了初步的認識 而近三年中共邪惡組織製造出的武漢肺炎病毒 以及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導致我位於泰州市首級通信市場的數碼店生意 遭到了嚴重打擊 當我把對政府的不滿 通過抖音發布在網上時 卻遭到了中共當局的審查和刪除 這些事件讓我對中共這一邪惡組織 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所以我今天鄭重聲明退出少先隊 並與一切共匪組織劃清界限 淹滅中共 三退保平安 錢昊峰說:「斷我中華青年文化傳承之根 棄我中華孔夢先賢教育之道 望我祖宗教誨倫理道德之本 絕我子孫後代生存之命脈 我個人推崇中華傳統文化如是道三家 而不是所謂烏托邦美夢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好的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